那種典型喔 這是可以啊 國小上社會課老師開始講歷史 當然免不了課本教材 不過教育部國教院審查 一百一十二學年 小學五年級社會教科書 卻創下三家出版社 同時被退回 要求重編的首例 委員的理念跟理想 我們都支持 但是我們在編寫的時候 要同時更考慮到教學現場 原因就出在審查委員認為 要把台灣史部分 放在東亞史的脈絡中 並且以變遷及因果四大主題為主編排 不禁讓人懷疑有去中國化的動機 同時也會導致學生學習錯亂 就像在說明某人情史 卻沒有時間軸依據 比較過去分科 像歷史 地理 公民 道德來分編列 那這部分是跟十二年 國教課綱社會領域 以統整的方式來做編選 其實是有相當大的出入 沒有所謂一定是以哪一個內容為先為後 只是教科書爭議還有網友PO出課本內容 白居易所寫的長恨歌唐玄宗 居然被翻譯成漢朝皇帝 他無奈地說那楊家有女初長成 一定不是在講楊貴妃 教科書居然連朝代都搞混 實在讓人很傻眼 就連母語教學也有問題 正名為台灣台語 但是不論是教育部又或者是文化部 自己的兒童未來管 仍然持續是用閩南語的方式來做稱呼 拿出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 就有寫到要優先使用台灣台語這個說詞 文化部長也強調會在協調各部會 所以承諾一個月內會改正 特別新聞李延志就宣傳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